最快樂的電影台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快樂聊時事這部時間 我是朱麒麟 張曉博 中秋烤肉快到了 不過呢 因為現在有這個 DELTA病毒 有這個 DELTA病毒有可能 恐怕在傳播當中 目前還是沒有把它全面的給壓制下來 所以 各縣市呢 對於中秋節到底能不能讓大家 如願的來烤肉呢 各縣市其實目前 看法不一 所以想說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們目前 目前最新的這個 中秋的烤肉資訊 分享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那 目前呢 這個台北市 台北市 它是還在 等到下個禮拜一 9月13號的時候 它會公佈中秋節的活動 基本上就是還在觀察當中 那 新北市的話呢 它是不開放新北市河濱公園烤肉 那 與烤肉相關的公共活動 一律禁止 那 自行再加烤肉的話 是沒有限制 但仍然是要 戶外300人以下 人與人之間 一公尺距離為原則 我其實很想知道 人與人之間一公尺 到底要怎麼烤肉 人與人之間一公尺 如果一個烤肉爐放中間 我們兩個坐對面的話 差不多 一公尺 要到一公尺 可能手要伸長一點 那 那個烤肉過 可能大家就會變圍爐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辦法離太近 然後夾肉的時候 可能要站起來講 反正 人與人之間一公尺 為距離 要烤肉 我實在是不知道 這要怎麼遵守 好啦 我當然知道這個 其實也很為難 就是說 你禁止民眾烤肉 大家也會覺得 呃 畢竟中秋節嘛 大家悶很久 那前陣子才剛三級解封 所以現在大家 當然 大家對這個 可以烤肉 不能烤肉 這件事 當然是 比較關注啦 比較在意啦 那 新北市的意思是說呢 這個 自己在家烤肉 則不限制 那在基隆市的部分呢 基隆市 所有公共場所 其樓 一律禁止戶外烤肉 民眾呢 只能在家中 跟同住家人烤肉 那 當然也有人會問說 請問怎麼樣在家中烤肉 我其實提供幾個建議方式 第一個是 家樂福有賣一種烤肉爐 它是那種 它是那種怎麼講 插電的 然後有個鐵板那種 那種也是 其實就是插電式的BBQ BBQ的那個台 你可以去買那種來烤 當然那個 當然有一定的價錢 我沒記錯 換個兩三千塊可以騎得來 有一定的價錢 那 當然它就不會像我們這種戶外烤肉的那個 沒有那種戶外烤肉的FU啦 因為沒有炭火 它是炸電的就對了 它是炸電的啦 那還有一個地方可以烤 哪裡呢 你們家如果是套天的 你們的頂樓也是可以烤肉 但是呢 這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說 路過啦 路過幾百 整條巷子大家都在頂樓烤肉 這個頂樓其實有時候 可能會有失火的問題 我沒有在詛咒大家 就有時候 因為 頂樓烤跟戶外烤差在哪裡 就是一個其實算半室內 一個算是完全室外 所以還是有一點差別 如果大家真的要在頂樓烤肉的話 真的要注意一下安全 所以 盡可能就是一桶冷水放在旁邊 隨時火起來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至少也可以 馬上來把它撲滅還是什麼的啦 那 桃園市的部分呢 是 中秋節所有活動一律取消 那這個市府所屬的虎頭山風景區 公園和平公園不開放烤肉 民眾可以居家烤肉 但是盡量避免大規模群聚 那 這個 中立新都新生活文化協會宣布了 停辦連續19年舉辦的 封街萬人烤肉大會 欸 所以你們去年有辦喔 喔 去年 去年因為疫情還OK啦 所以當時候辦應該是也還好 那 呃 這個 新竹縣的部分 新竹縣的話是 中秋節不開放包括任何戶外的公共場所 社區烤肉以及相關活動 只有同住家人可以居家烤肉 齁 那新竹市的話是 不開放任何公共場所烤肉以及相關活動 齁 一樣也是居家 同居家人可以居家烤肉 那 苗栗縣齁目前還沒有宣布 我只能說目前還沒有宣布齁 因為 現在疫情到底會往壞的方向發展 還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其實沒人知道 齁 所以 呃 苗栗縣他這裡齁 這個東森新聞他是寫說 活動戰無影響啦齁 不過當然戰就是戰死嘛 就是現階段你還沒有辦法知道齁 所以 我們也會在節目上陸陸續續的跟聽眾朋友來 來更新齁 那 到了重點呢 台中市 因為我本來9月18也要去台中烤肉齁 同學會 所以 現在沒有辦法 我們今天同學們才在那邊 呃 才在群組裡面就是 傳訊息說 欸取消取消 延期啊延後齁 看之後 之後看狀況這樣齁 因為我們同學們 有 台北桃園 那邊各地都有啦 如果真的聚在那邊烤肉 然後現在又是特殊狀況的話 真的蠻危險的齁 所以 外同學會嘛 出消以的對 呃台中的話是 所有 戶外公共場所 一律禁止烤肉活動 包含什麼呢 包含社區的這個中庭 齁 然後自家門前的棋樓 那公寓頂樓 全部都禁止喔 齁 那 這個 家裡 家裡 Sorry 家裡烤肉的話呢齁 呃 僅限同住家人 那違者會開罰一萬五 欸 一萬五千元齁 那 彰化的話啦齁 彰化的話是 禁止 在社區活動中心 公廟廟廣廟公園 公園風景區等公共場所 齁 或 政府機關辦理烤肉活動 齁 那 同住家人烤肉的話是不需要隔板的齁 齁 那 避免跨縣市難來北往的大型家族烤肉舉會 ok 南投的話呢是戶外公共場域一律禁止烤肉活動 而且不鼓勵大家舉辦類似的活動 雲林縣的話是中秋連假社區以及社團停辦非家人群聚活動 當然這個景縣自同住家人在自己的庭院或空地進行烤肉賞月活動 那嘉義縣是不開放公共區域烤肉跟連環活動 只有同住家人可以自家烤肉 嘉義市的話呢也是禁止任何的社團社區進行中秋活動 包含烤肉唱歌集會 但是呢家人不受限制 那南部這邊的話台南市原則上禁止大型戶外社區烤肉 能不辦就不要辦 那如果要辦的話呢一定要拉開安全距離 那基本上其實就是台南市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調 請大家還是持續的來關注 那高雄市的話 高雄市的話今天其實這個 陳其邁市長已經在記者會上面宣布了 我們高雄市是第一 禁止戶外各類公共場所以及棋樓烤肉 考量的點是因為 你在棋樓行吧其實人會走來走去 街坊鄰居都會來串門子 這個其實等於是戶外群聚的概念 所以他就禁止戶外場所跟棋樓的烤肉 然後第二個是禁止公司團體辦理社團烤肉社交活動 第三呢景限跟同住家人烤肉 第四呢限制於14天內自主健康管理 自我健康監測者共餐 好那這邊我剛講到高雄了嘛對不對 那我現在剩下 剩下什麼還沒有講 剩下屏東喔 剩下這個是 喔屏東 屏東的話呢 屏東目前是還沒有公佈 先觀察疫情發展情況 再來調整 那宜蘭縣的話一樣 這個廟廟縣長 廟縣長他說呢 即日起不公開公共場所 社團以及社區的烤肉活動 但民眾如果在自家烤肉的話 是沒有在限制之列 那花蓮台東澎湖 這個戰武影響 基本上還是滾動式調整啦 那金門跟蓮江也是一樣的意思 以上資訊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 來做一個 這個分享啦 因為我想說中秋節快到了 那大家當然 該採購的也差不多 因為今天是7號嘛 大概也都是下週會開始採購啦 那因為下下週就是 那個叫什麼 中秋節連假 一定是連續烤四天啦 那一定要提醒大家 這個注意用火 千萬不要一家著火十家鄉 這個很危險 那當然因為政府不能禁止大家烤肉啦 所以他當然法規上他只能寫說 你可以跟同住家人烤肉 那當然我們就會有下一個問題嘛 請問一下我在我家是要怎麼烤肉 所以這個大家就自行斟酌 大家就自行 當然是建議就是如果真的 像我們家啦 我們家其實不太烤肉 因為我們家的長輩們就覺得烤肉麻煩 你知道就是鍋碗瓢噴啊 然後在那邊生活啊 又天氣很熱 然後我們屏東鄉下有時候有蚊子 你知道我們家的人就不太烤肉 但是呢如果真的要中秋節要過的話 我們家就會可能 比方說因為我家竹田嘛 到萬軟很近 所以就會去買個萬軟豬腳回來吃 那不就是去中秋買一個打美樂披薩 就是家姐總是會吃個一些特殊的東西 啊但就月餅啊柚子什麼的 但就不一定會特地烤肉 那當然這個比較可惜啦 比較可惜是說我們經歷過三月到 五月到八月這樣子 整個疫情的肆虐之後 大家團聚的機會得來不易 那當然看到中秋節 大家一定會覺得 喔終於可以吃吃喝聚一聚 那殊不只有遇到這個 這個機師啦 這個機師染疫 那目前看起來是 不能說大規模擴散 但是至少在政府把整個感染源 整個給抓起來 匡列起來之前 然後我們還是大家保守 這個謹慎起見 那像因為我名字 我臨時也收到一個通告 然後就非常感謝寇姊 明天要去民視的辣新聞錄音 對那個蔡媽媽留言 這個蔡媽媽說呢 還是乖乖待在家 沒有錯 不過蔡媽媽你的字寫錯了 那個待在家不是 阿呆的呆 是等待的待 是等待的待 那個 剛好明天也要去扣解的節目啦 所以我就有想說 哇 這個疫情期間又要去桃園 有點緊張這樣子 好 以上中秋烤肉的資訊 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 那待會八點的時候 八點的時候 大家一定有空的話 也可以鎖定 我們台灣激進黨的官方粉專 臉書啦 你在旁邊搜尋台灣激進 你就會告訴我們的臉書 那我們會有這個每週二固定的直播 那以往我都沒有在節目上面 不會在電台上面宣傳 為什麼今天要講這個呢 因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因為我們今天晚上直播主持人請假 所以 因為這個節目是我想出來的 所以我就必須要 責無旁貸一間扛起代班的責任 所以待會八點我是主持人 阿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是 國民黨的這個 東主席選記 以及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個人啊 很愛放銷是放風聲 三不五是 這個 頭到想到了 想到了 來一句說 我要選高雄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 台北的這個檳榔 台北檳榔 那他要選高雄市長 當然他們是否認 但這個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消息是誰放的 大家知道嗎 最早那個 柯文哲跟一群媒體人 還有他們黨內幹部吃飯的時候 那個飯局 最早消息是 資深媒體人陳敏鳳 敏鳳姐 他在 周玉寇扣姐的節目先 講了這件事情 好 那講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講說他們有吃飯 那柯文哲在席間呢 就是 呃就是怎麼講 就是在放風聲說 他要去 那個他要想 想要選高雄 好 然後呢後來 過兩天之後 我就當然我就上 上台北嘛 我就去這個 拉新聞 那去節目就要聊這件事情 那當時在我旁邊的人 就是這個 另外一位也是媒體人 這個 邱敏玉 敏玉姐 那敏玉姐的意思就是說呢 喔這個是誤會啦 柯文哲其實 並沒有說他真的要 要選高雄啦 他的意思只是說 他的朋友 跟柯文哲建議說 阿不然你去算頭很好啊 那柯文哲就說 你叫我選桃園 你乾脆叫我選高雄好了啦 好那就這樣插槍走火的過程當中呢 就被誤會成柯文哲要選高雄 好所以當時我跟敏玉姐同台的時候 他的解釋是 柯文哲沒有要選高雄 好那時間又過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之後呢 在上個禮拜 呃禮拜五吧 應該是禮拜五的時候 還是禮拜四 這個 呃邱敏玉 一樣是敏玉姐 他又在節目上 跟觀眾朋友道歉 他說呢 他前陣子 好才跟大家講 柯文哲沒有要選高雄 但是呢 他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 柯文哲是真的親口說 他要選高雄 那怎麼樣呢 他就開始在講啊 說喔 有一次啊 去吃飯的時候呢 那現場有誰誰誰 有柯文哲的幕僚 有這個 資深媒體人 有這個蠻多的資深媒體人 怎麼樣怎麼樣 那柯文哲呢 就在這個席間 在吃飯的過程當中呢 在8月27號啦 有一個什麼秘密便當會 那他就在裡面講 講說什麼 他考慮選高雄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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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沒的 那好講完之後 當然這件事就 新聞就大吵大鬧了嘛 對不對 那包含昨天子瑜 我相信子瑜昨天也有在節目上面 講柯文哲的這個 選戰佈局啊 那當然 柯文哲那邊是直接否認說 他絕對不會拋下台北人啊 不會落跑啊 不會這個 一個辜負台北人的期望什麼 但大家可以注意一件事很有趣喔 柯文哲有出來說什麼 這個是什麼 綠色認知作戰啊 吃飯什麼都可以聊啊 吃飯聊的話被講出去啊 這個 還有講什麼 他還說 他現在變成柯維拉啦 就是一直被搬出來 救援的救援投手就對了 但 但 但這個 這個很有趣就是說 柯文哲罵 是罵民進黨 可是把他吃飯的內容 講出去的人 就不是民進黨啊 是邱維玉啊 你知道嗎 把這件事幾個 包括他之前 第一位說這個消息的人 是陳敏鳳嘛 另外一個媒體的人是邱維玉嘛 這兩個人說出去的 這兩個人在節目上面說柯文哲要選高雄 但是柯文哲都沒有罵這兩個人 他都是罵民進黨 所以 他說沒有 我就覺得說 你越說沒有 我就越知道說 有這個可能 你知道嗎 但是當然 他來選不一定是為了要選掉 有幾種的說法 有人說是為了要先發聲 叫國民黨去跟他換東西 先喊 喊了之後你要跟我談嘛 因為柯文哲其實說真的 2022對柯文哲來講 有幾個嚴重的大事啊 第一個是 他市長當完之後沒有地方去 他可能會爆 他可能會就是 被大家相忘於江湖 你知道 那第二個你看 你看 我們前不久大家還在 去年還在罷免韓國瑜 現在韓國瑜在做什麼 說真的大家也沒有真的 有這麼多人在關心啊 就是 韓國瑜這麼龐大的聲量製造機 他消風的速度都這麼快喔 那就更不用想柯文哲這個人 所以他也會擔心說明年他選完之後 他消風的速度會不會很快 那第二個是 台灣民眾黨有這麼多的小雞 要靠他這個母雞養 那他要讓小雞 至少 每年他轉台灣 好啦 我清掃機姐勒 譬如說他轉台灣 送30個出去 30個總是要抓10個吧 那10個要怎麼抓 因為現在民眾黨 他好像可以吃國民黨的票嘛 所以 他當時的對象絕對不會是民進黨 所以有人在說 他換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有可能他是要換給國民黨的人聽 叫國民黨的人 叫國民黨的人 叫國民黨來幫他照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說法 那另外一個部分 則是說呢 他可以在選高雄這件事情 不管他有沒有選上 他都可以在 利用這個過程當中 換取更多 他成為什麼 你知道大家 大家都 近前大家說台灣最大的在野黨 是國民黨對不對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台灣最大的在野黨 叫做討厭民進黨 那好 假設台灣現在有一股最龐大的力量 是反對執政黨的力量 柯文哲有沒有機會透過 選高雄的過程當中 去成為這個共主 因為你知道 現在柯文哲是做台北市長 他從挑戰者變成衛冕者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扮演很多挑戰者 你看台灣的很多 很多政治人物都是這樣 以前選舉的時候 選舉期間是大炮 選上之後他必須要穩穩的執政 所以他會收斂他的炮火 那對柯文哲這個要往上爬的人來說 他在當台北市的時候 他如果到處開炮 他會連帶受傷 是因為你現在有這場啊 你有在做台北市的地方首長啊 所以你到處開炮 很容易打到自己 可是他如果做為高雄市的挑戰者 他到處開炮 他可以直接面對中央 而且他可以直接打到中央 打到陳其邁 而且他不用承擔任何的副作用 因為他是挑戰者 好所以 有一個另外一個說法 如果他來選高雄的話 其實他某一個程度 可以得到的那個政治聲量 其實說不定 比他在當台北市長 得到的這個聲量 還要來的 有正當性 那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的嘛 台灣最大在野黨 叫做討厭民進黨 柯文哲有沒有機會 成為討厭民進黨的共主 所以今天 我晚上是等下八點的那個直播 我是怎麼設計 要跟國民黨的 黨主席 和民眾黨的柯文 柯P 柯B 很柯B的就對了 柯B 要來高雄 柯B來高雄 也是一個很柯B的事情 柯B要來高雄 為什麼這兩個人有這個結合 其實就是一樣的意思 是說 你去看 國民黨的這個黨主席選舉 那天我們來部的幹部 因為那天我在肯定 我沒有看這個直播 因為我對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 真的一點的影響都沒有 我來看群組 因為我們來部有這個 大家的工作群組嘛 群組來的時候 大家就在那裡跳 跳說 他剛才江提成說什麼 他剛才張亞中說什麼 他要搖習近平來台灣和平之旅 看到鬼 你這次可樂旅行設定可以 不用你 不用你卓柏 但不管怎樣 我就看到我們黨主在那裡說一句話 你不覺得今天這個辯論很奇怪 除了中國 還是中國 最後也是只有中國 從頭到尾都在說中國的事情 不然今天這個趙宜翔 這個口譯歌有說 這個國民黨真的很沒有國際觀 因為他們的黨主席辯論 每個都在講中國 表面上叫做什麼 親美和中 另外一個叫什麼 親美友中 還什麼鬼的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實際上就是什麼 實際上就是 親親親中 沒有了 就是不然就 我知道 實際上就是中中中中 就是只有中 沒有別的字眼 就很妙 好 那 為什麼國民黨的選舉 跟柯文哲要當什麼 藍白共主有關係 是因為 對 你看現在國民黨 那選主席那幾個人的模樣 齁 那個有一個 那個 昨天有一張網路梗圖 很好笑 他就是三長度 上中下 齁 這個 上就是 那個國民黨青年軍 在喝腐水的那個 那個新聞畫面 就是說 年輕的在喝腐水 啊中間呢 就是羅志強扮演成孫悟空那個 他說 年輕的在喝腐水 中年的在喝腐水 下面就是那個 張亞中拿關公刀 去國民進黨黨部 說要什麼 要送瘟神那個 他說老的在喝腐水 他就說 他整個黨 從老中親三年 全部都笑的 就對了 所以這個黨沒救了 那好 如果國民黨的 主席們 對 整個藍營選票 我跟大家講 藍營選票這四個字 包含了 所謂的 中間選民到 淺藍到 深藍到 深紅 所謂的藍營選票 對這藍營選票 這麼大範圍的 光譜裡面的人來說 如果這些人的表現 都跟北七一樣的話 你覺得他們還能去哪 你覺得柯文哲 在盤算什麼 柯文哲很簡單啊 他就是要 等國民黨的 這些 老的都沒效的時候 他要來做所謂的 台灣最大在野黨 討厭民進黨的 第一把交椅啊 所以就想說 有人會講說 從台北到高雄 好像 這個格局變小了 資源也變少了 但其實不會餒 他找一個 對他來講 最好發揮的地方 他可以 複製趙少康 其實現在趙少康 做的事情 就是柯文哲之後 想要做的事情啊 你看現在 趙少康不是 國民黨裡面 聯合一個 什麼 在這之前 趙少康 他不是什麼 文傳會啊 不是什麼 裡面靠祭會 什麼有的 他都不是餒 但是現在趙少康 說什麼 國民黨對在打 現在是趙少康 走在國民黨的頭前 有沒有 正是昨天 打不到他的 惡類 惡類人員施打 惡類人員施打 惡類人員施打的問題 理由是國民黨 先去 講究說 惡類人員無限膨脹 沒有 後來去找找到 說惡類人員 裡面 在駐車最多的地方官員 就是國民黨這場的 視野管齊 但是這條 這個題目 什麼人先打 是趙少康 趙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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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有趣 來 我們先進廣告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馬上回來 來 快到電報棒 快到狗狗餅 97.5 快到昆家南 92.3 快到大大丁 89.5 快到大大 89.3 快到華當 98.3 快到皮革 96.7 快到紅蝦 91.3 快到台灣 剪菜不寒 快到臉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 刚刚有人提醒我说 你再不讲战斗篮就要结束了 诶 真的耶 我好像今天本来要讲战斗篮 好啦 讲战斗篮 讲战斗篮 来来来来 这个战斗篮 我刚已经前面已经先Cue到赵少康了 我等一下本来就要把战斗篮拉出来了 但是前面废话太多扯太久 来这个今天的主题 我们拉回到今天的主题 是国民党的义和团 不是 国民党的战斗篮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刚太顺了喔 就是讲到国民党的战斗篮 我就总是会不小心想起义和团 到底义和团跟战斗篮 欸 其实有押韻欸 义和团 战斗篮 可以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想一首新诗 来来来评论这个赵少康的这个义和团 今天发生一件事 国民党青年部最近发起社群活动 这个社群活动叫什么呢 叫做为战斗篮青年按赞 然后呢 他说号召党内前辈跟社群领袖 为这些年轻人按赞分享宣传 开启小铃铛 然后呢 他说该党今日召开这个活动记者会 邀请中广董事长赵少康 国民党罗志强出席 那赵少康就表示说呢 他要鼓励年轻人 参与明年的市议员选举 大家呢要拿出战斗精神 他会愿意协助 他告诉蓝营的年轻人 明年只要选举喊出我是战斗蓝 就一定会当选 而且他也有 他也有服选年轻人的这个计划 基本上他就是在蹭 大家以为他去服选就是 是年轻人蹭他 没有是他去蹭这些年轻人 然后呢 赵少康也讲了 他说什么啊 他说很高兴看到很多的战斗蓝青年 战斗性是一种精神与态度 与积极向上 基层民众对国民党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呢 在野党往往缺乏力量 讲也讲不过 打也打不过 自从他一呼百诺之后呢 获得基层强烈的 呃这个反应啊 然后呢 这个国民党也表示 他说在赵少康发起战斗蓝之后 蓝营内部呢 涌现许多年轻的伙伴 由青年经营的小型粉砖 雨后春笋啊 那因此呢 国民党青年部发起社群活动 那号召年轻人一起来帮这些党内 号召党内前辈跟社群领袖 来帮这些年轻人按赞 增加这个年轻人的曝光度 大家对这个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战斗蓝要怎么看啊 因为我刚刚其实看到另外一个 很好笑的 很好笑的这个评论 他是前处转会的这个专员吴佩蓉 其实就是 踢爆李眉珍论文抄袭的佩蓉 我就这样称呼他了 他刚刚呢也写了一篇文 来回应赵少康的这个什么 喊战斗蓝就会当选 你知道喊战斗蓝就会当选 这个 到底是什么逻辑啊 就是 真的有这么神吗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 在于 谁能够成为战斗蓝 听起来像说喊战斗蓝 哇党内的青年大家 在这个时候聚集一起 聚在一起 然后变得非常的气势 国民党突然变成一个年轻的政党 你就会觉得这个非常脱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我拉回来了 这个党主席的选举 基本上 他根本就没有在甩年轻人 他根本没有在甩年轻人 完全没有在讲什么青年政策 然后呢 现在赵少康就突然蹦出来说 哦我喊这个战斗蓝 然后党内的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觉得很荒谬啊 国民党内部到底哪里有年轻人 国民党如果党内有年轻人的话 他们就不会有 之前这个韩国瑜的 呃 应该是发言人吧 在这个罢免之后呢 跑去卖UberE 然后跑去 Fu Panda和UberE 我有点忘记了 就很扯啦 当然年轻人 你们在背后 你们没有珍惜 又叫人去做外送平台 看到鬼 那 吴佩隆怎么写 他说啊 这个 他说这种类似神秘宗教领袖的传道活动呢 基本上就是寒爽而已 所谓的战斗蓝 其实就是自创什么 党中有党啊 党中有党要干嘛呢 他就可以在2022年 2024年 侠天子以令诸侯 抢得党内的主导权跟话语权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张亚中 在做的事情啊 我们回到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一直要回来 我不管 我不管大家怎么想 我就是要拉回来 这个国民党的选举 我今天在看啊 他有点像是什么 你知道吗 大家在比赛 谁比较像韩国瑜 因为我昨天有看那个 忘记哪个节目了 尚义夫 尚义夫 也是一个支持的媒体人 他就在讲 他说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是封闭式的选举 所以呢 理论上你喊的话 就是对内部喊的 不是讲外面听的 可是呢 你党内的封闭式选举 你又做这种开放式直播 所以就导致说外界看的时候 就无杀杀 大家在想说 奇怪 怎么大家都在说一些行 现在的现实完全没有交叉 平行世界的政见 不管是朱立伦 朱立伦江启臣 够上 卓博元 张亚忠 都同样啊 像那个叫 叫习近平来台湾玩 这什么鬼 但是呢 你知道这种封闭式选举 他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 他只要对那些 有票的党员喊话就好 那国民党内部 谁是有票的党员 又或者说国民党内部 有票的党员 谁 哪个派系 哪个系统 或者是哪个颜色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国民党内部 有中间选民 他有浅蓝 到深蓝 到深红 那谁的票最多 根据以往的经验法则 都是深蓝跟深红的票最多嘛 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 诶 这些人怎么活在平行世界 没错 因为他们就是在跟平行世界的人讲话 他们在关洛英啊 你知道 拜托的国民党主席变论 那天 鬼门还没有关 所以 这些人讲的话 你以为 他讲给你听 然后他讲 他讲的你听不懂 不对 你以为是他的问题 你以为是他讲的不清不楚 所以是他的错 不对是你的错 因为我们不会关洛英 啊他们会跟平行世界沟通 所以 其实 我们都误会他们了 好啦 以上就是屁话 那 我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说 佩隆写的这一段 他说啊 赵少康这个战斗篮 其实就是 到时候要侠天子以令诸侯 跟党内的主导权 以及话语权 他要勇在自己的手头 曾经这个所谓的话语权 在乌敦一弄巧成拙 把韩国瑜捧上西天之后呢 就一路的就在韩国瑜的手上 但是呢在韩国瑜这个 你知道就是心落武藏缘之后呢 当然这个所谓的韩粉 就变成大家可以解释 所以对赵少康来讲 他不需要去抓住韩粉 因为韩粉的解释权 他死 就算他叫韩粉啊 就算他支持赵少康啊 他始终是韩国瑜的粉丝啊 他终究还是会回到韩国瑜的身边 所以呢他 创这个战斗篮 基本上就是要连根拔起 以釜底抽薪 找出另外一群 属于我赵少康的党中之党 好 所以他自己的派架啦 所以有人在那本土 國民党里面本土牌 就是在欢乐说 赵少康会拉出一个什么 新国民党连线 又造成当年的分裂 对不对 会 所以 你知道 赵少康真的 不愧是民进党的贵人啊 我觉得民党应该中秋节 要 看是要送花献果还是送月饼 因为我刚刚有拿到这个我们董事长 快乐董事长的月饼 非常感谢 所以 这个民党应该也要 中秋要送饼给赵少康 会我良多 非常感谢他 来 这个继续我们讲下去啦 佩隆是怎么写的呢 他说啊 这个上周末赵少康呢 南下高雄 分别建了高雄的这个 高雄有一群年轻的议员们 他们拉起了一个什么 KK连线 不是KKBOX 但是这个抄袭的意味 大概有96%这么多 KK正线 部分成员以及黄绍庭 那里面在说啥呢 他说黄绍庭 这个的父亲黄芳仁 从1985年开始当议员 那加减下来呢 当了20年的议员 那加上黄绍庭 父子良 大概当了30年的议员 那KK正线里面呢 包含李梅珍李雅筑 陈丽娜 黄湘淑 蔡金燕 蔡武宏 忠义仲 全部都是正二代 他们的阿拉伯老母 阿拉伯老母 阿拉伯老母 阿拉伯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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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曾经是明代 意思是什么 意思叫做KK正线 但是这最叫做正二代连线 好 那当然啦 赵绍康这个礼拜呢 也打算跟其他的高雄 战斗兰成员见面 包含邱宇轩 宋利斌 陈梅雅 黄柏林 全部都是正二代 所以 听众朋友 看到这 看到这 大家有没有猜到 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了 如果你猜到的话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没有啦开玩笑 还有三分钟我们要很敬业 这个佩隆就写说 他说 赵绍康今天呢 对这些年轻党员喊话 说 未来啊 台湾的未来已经被民进党吃干抹尽了啦 反而是年轻的国民党有机会 他要服选市议员让大家一起战斗什么有的没的没的的 但是呢 说真的啦 国民党内部可以选议员 可以获得公权力 或者是说可以去改变体制 改变国民党的位置 早就怎么样 我们从刚刚一路铺神就是要讲什么 早就被这些什么黄绍婷啊 然后什么蔡金燕啊 什么李雅筑李梅珍这些人 卡好卡满了啦 早就卡完了啦 你以为战斗兰是 从国民党里面找出一群这个 摄氏卫生的这个小绵羊 然后一群小绵羊 然后戴上钢盔之后变成绿巨人浩克战斗兰 诶 绿巨人浩克是绿的对不起 兰 变阿凡达 战斗兰对不对 穿上盔甲骑着龙就出去了 没有没有 国民党里面 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素人了 素人就是什么 你知道国民党里面的素人都在干嘛吗 国民党的素人就是在比方说张亚忠拿关公刀 去抗议的时候 跪在前面那一排 然后脸上戴着蔡英文戴着书贞昌面具 那就是国民党的年轻素人 他们在国民党里面就只配做这些事情 不是他们命贱 而是他们在国民党里面就是被别人 就是被别人作件 他们就只能做这些事情 这就是这个董的比喻 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比喻 就是说有一个董 跟你说 啊 年轻人怎么怎么怎么 啊 我们对年轻人很急事 才在在在乎什么 你以后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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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些完全你不会行动的事情 因为啥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是政治人物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说这不只是国民党的悲哀 这可能也是台湾政坛的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好 来时间关系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如果要继续听 我们来讲这个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晚上 我们一个来宾是子余 子余每天都在讲很多话 我们晚上八点 可以锁定台湾激进党的脸书粉专 这个明天在晚上 空中在乎 我是张晓波 拜拜